这个男人有多豪狠 为了让女儿开心 他直接买下了一座动物园 但他没有想到 这家荒废了几年的动物园里 竟然还有一群员工 领头的名叫寡姐 他说眼前这几个人 包括自己 现在都是属于男人的了 看似血赚 实则巨亏 因为这个新老板 要发放拖欠了几年的工资 本来买下这个荒废的动物园 就是打肿脸 充胖子的行为 现在的资金所剩不多了 但是 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哥 一琢磨 动物园的旺季 是在七月 只要在六月底 通过检查 就能够正常营业 况且现在才二月 将动物园分析 完全有可能 而且到时候肯定会大赚一笔 可一个完全不懂动物的外行 要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 快速让动物园 恢复正常营业呢 男人对此一点头绪也没有 不仅如此 他还需要投入一大笔钱 翻修动物园 来应对随时抽查的检察官 这完全挑出了预算 所以他只好自己动手 可是球态百出 之前员工也对他并不看好 认为他肯定会和之前几个老板一样 待不到一个月就跑路 男人的哥哥也过来劝他 一大把年纪 就别瞎折腾了 这时 寡姐刚好悬问屋顶的情况 哥哥疑惑地问那人是谁 男人随口答道 我员工 他立马改口 等到了夜晚 寡姐找上门来 他需要男人 帮忙给生病的老虎喂药 顺便检查下车库的灯 是否都关闭了 男人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谁又能拒绝寡姐呢 他决定分头出发 自己带着女儿 给老虎送药 让儿子去车库检查 儿子走到车库 立马就被桌上的木盒子所吸引 他好奇地打开木盒 男孩之间实时吓了一跳 锁都没关紧 头也不回地跑路 等到第二天 男人傻眼了 整个院子 全是跑出来的蟒蛇 杰明正好和自己的员工 红手抓蛇 过程中 他想给儿子一点口头教育 可不善言辞的他 却不小心和儿子争吵了起来 男孩一怒之下 摔下筒子 劈翻小蛇 转身离去 这一幕都被寡姐看在眼里 他找到杰明 进行开导 说孩子现在正处于叛逆期 有点小性子 是正常的 就在这时 一个坏消息传来 检察官来抽查了 几人慌了神 不是说好开业前一周 才来吗 但人都到了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带检察官 走进动物园 检察官拍拍围栏 你们这高度不高 得重修 又来到一只17岁的老虎面前 你们这老虎年龄大了 生命得及时治疗 一通检察下来 大大小小需要整改的地方 就有12项 而他们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杰明让员工算了一下修理费 整整1500m 他感觉他的心在低血 关键是 现在的他 真的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 杰明说他有点想静静 转头来到角落里 对着空气 打了一通王八犬 随后一脚踢翻水桶 回过神 又给他放回原位 华姐被这可爱的男人逗笑了 杰明向他们招手 表示一切OK 但心里有多苦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看着已孤妻子的照片 众多回遇涌上心头 这么多年以来 妻子的离世 一直让他无法释怀 杰明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 爱上一个人 妻子的活泼开朗 善解人意 让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幸福 可上天偏偏又要将这样的天使 从他身边夺走 现在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人在战斗了 杰明穿上了妻子给他买的衣服 上面仿佛有他的余温 这时 他突然发现里面竟然有张存款单 他立马找到老哥 将文件打开一看 里面有整整八万money 原来 他的妻子早就料到 他肯定会有一次失败的投资 于是就偷偷帮他理财 原来妻子从未真正离开 所以说 财政大权 还是要交到女人手里 有了这八万money 所有人都重新活了过来 像打了鸡血一样 立马开始重新动工 准备翻新动物园 可是一波平了 一波又起 动物园内 年龄最大的老虎 趴在一块大石头上 不吃不喝已经一天了 所有人 围在外面对着他 一点办法也没有 杰明急得不行 想要直身进入虎龙 将老虎从石头上引下来 寡姐却将他拦住 这样做太冒险了 旁边的妹子说 可以试着用声音 给他下下来 几人立刻找来了锅碗瓢盆 一开始 杰明内心是拒绝的 可最后 他喊得比谁都大声 杰明终于将自己心里的话 发泄出来 他转身离去 可寡姐追了上来 刚刚那只老虎腿受伤了 需要立马治疗 但杰明却觉得 只要吃点药就行了 两人意见不合 第一次出现争吵 但到了晚上 寡姐还是主动找到了杰明 两人重新握手言和 杰明第一次袒露心声 提起了自己的王妻 其实在这里这么长时间 是让他看开了很多 但是只要一看到儿子的眼睛 还是会想起他 因为当你十分用力的 去爱一个人时 始终都不可能将他彻底忘记 并且这种爱 只有一次 听到这里 寡姐眼眶微红 他有点羡慕那个女人 等杰明回家后 又被儿子所误会 两人发生争吵 儿子被骂哭了 杰明也很无奈 第二天 他独自一人 呆呆地看着老虎 这时 儿子竟然主动找了过来 两人很默契 没有说昨天的事 杰明主动问他 寡姐侄女的事 原来 儿子一直都很喜欢 那个笑容灿烂的女孩 只是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 杰明教他一个20秒定律 有的时候只是需要 20秒疯狂的勇气 克服尴尬 就会有结果 这是两人第一次谈心 他们开心地笑了 回到家里 杰明用儿子画的老虎 做成了动物园的logo 儿子很感动 现在 一切都准备就绪 等检察官再次来到动物园时 已经查不出任何问题 几人开心地抱坐一团 可是 临近开业 天宫却不做美 电视播报 连续这几天 都会出现大暴雨 男人趁着下雨没人 独自跑到女孩的窗外 这次他鼓起了20秒的勇气 当男孩说完这些话时 女孩早已泣不成声 或许这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 等到一个人竭尽全力 去做某件事时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等到开业这天 天宫奇迹般地开始放情了 几人欣喜若旁 早早来到园门口等待 可是过了很久 始终不见一个人影 男孩耐不住性子 觉得一定出了什么事情 他急忙向前跑去 原来 下雨将一棵大树给冲倒 堵住了靳原的道路 等他们爬上树头一看 所有的努力 终究没有白费 动物园内重新充满了欢声笑语 经历了这么多 杰明和寡姐最终也成功走到一起 影片的最后 杰明终于对王七释怀 他带孩子来到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咖啡馆 展示首次相见的场景 而让杰明鼓起勇气的 正是那短短的20秒 恍惚间 那个温柔的妻子 仿佛又出现在他们的身旁 对他暖暖的抱以微笑 在这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中 有惊喜 有感动 有遗憾 也许在现在生活中 可能不会总是像开源那天 天空奇迹般地放晴 20秒的勇气 也不会总给你带来满意的回报 那难道就要因为害怕 而去放弃尝试吗 这会让你无意时间就错过很多东西 偶尔勇敢地打开一扇窗户 在这20秒内 做自己不敢尝试的事 让自己的灵魂透透气